大家都在開玩笑說這個 郭文哲好像被仙人跳一樣 就是沒想到詐騙集團也有被詐騙的一天 就是好像跟郭文哲本來這個 已經好像覺得自己都算得很清楚 都算計好了 然後由郭台銘去參選總統 然後給他資源 然後他成立這個民眾黨 然後可以去拚立委的席事 然後好像可以去維持跟增加自己的這個政治能量 結果沒想到郭台銘最後決定不參選 那 那郭文哲我想他應該也會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那當然接下來這個郭柯王會不會合作 我想這個也是大家觀察的重點 那當然郭董事長他對國民黨是很忠誠的 然後他也是這個股子裡都是深藍 他自己也講過 所以在這個配合上合作上到底會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大家也要觀察 就是說或許跟柯市長的合作的部分 如果他真的 郭市長有一些理念啊 跟國民黨很相近很相同的話 他願意這個幫忙國民黨的話 我們當然也是也是這個非常的歡迎他 當然郭董決定不做來參選 我們當然是感到就是對他很敬佩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 我向大家報告 我將不參與2020年總統候選人的連署 可以在這樣的局勢下然後還決定不參選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是送了一個戲 也不能說送了一個戲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國民黨的選擇還沒有完全完成 郭董他現在只是說他的參選 那但是說包含在未來的合作上 畢竟他上週也宣布說他會做不一樣 那接下來他到底會不會繼續留在黨內 跟大家一起努力 這個還有在觀察 韓市長最近的民調有起 這個是很正常的 民調本來就有起 那本來這個各家的民調 也有把郭董事長業務 所以現在郭台銘決定不參選以後 這個民調數字一定會有變化 那包含說這個 宇秀蓮他也宣布他要參選總統 然後不會有分到一些這個 聚營啊聲率 甚至是對蔡英文主辦的這些選票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接下來民調數字會怎麼發展 我們還要再繼續觀察下去 而且選舉他有一百多天 選舉就睡其萬變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而且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韓市長 還有郭董事長 大家都非常努力 希望真的是可以 這個幫助國民黨重擺執政 然後可以讓這個中華民國 繼續再現化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局勢 一定還會再發生變化 那眼前的這些民調數字 當然我們也要作為參考 也要作為警惕 一定也還要再更加努力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很多朋友給郭先生的建議是 當然他有剛剛前面已經講過 比如他從他人脈事業的資源 在全台灣放掉全世界 都是非常厲害 有高度的 那很多人期許他 說不然他服選立委 或是幫藍軍做所謂的大智庫 或是說他繼續用他鴻海跟用力的資源 為台灣社會做公益慈善的事情 其實他有很多可以發揮 可以幫助到台灣的地方 郭先生確實對台灣的很多國家議題 有興趣也有擔憂 但是他是不是一定要透過參選總統 這樣子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他其實在那時間一直在思考 那很顯然 參選總統不一定是唯一的選項 我有聽到綠營的朋友說 他們覺得這可能是台灣 最後一次總統大選 因為怕說明年如果是所謂 他們認為泛藍或是親中的政黨 或候選人當選的話 那台灣可能就會變成被中共統治的特區 像香港那樣然後就沒有選舉 那在藍營這邊呢他們也覺得 萬一民進黨再繼續連任 他們會把這些清算進行到底 那甚至我今天聽有人說 萬一小英連任 可能國民黨會直接被宣佈為非法組織 直接被整個政府取締掉 因為他們大法官啊 他們中選會 他們什麼制度上的東西 他們都不好了嘛 那所以兩邊都對彼此有很深的不信任 還有很深的焦慮 就是說覺得說明年就是自己的政治信仰的 這個共同體的生死存亡之戰 我坦白講我可以理解他們的心情 我也在藍營這邊 那看到民進黨這三年半執政來 很多倒行逆施回線亂政的作為 其實我們也覺得很誇張 他自己稱作為民主進步黨 可是他再一次執政之後 他做了很多事情 既不民主也不進步 搞到促轉會還要有副研究員出來爆料 去檢舉他們說自己是東廠 我覺得這種行為實在是非常的誇張 不只是國內的民眾 其實國際的友人 包括美國也有很多人 跟我們表達這樣子的憂慮 因為如果台灣的民主出現問題 甚至是危機的話 那會給美國一些 本來就想放棄台灣的人一個藉口 說為什麼我們要管台灣 他們藍綠兩黨互相這樣惡鬥內鬥 台灣不會有未來 台灣不會有希望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看 我其實也是滿憂慮的 就是說這樣子雙方的惡鬥 這樣子的民主內戰 明年不管是誰贏誰輸 其實都不會對台灣的未來 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我們的選舉 不能是一個希望的快樂的 不是說因為我恨誰 所以我投他的對面 而是說我們真的在這兩組 也許會有三組候選人裡面 你用很正面健康積極的心態 選一個你認為比較好的 不管是能夠翻轉產業 提升經濟 守護主權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正面的表列 正面的態度去選一個 你覺得對國家好的候選人 而不是像藍綠兩黨 現在這樣子互相公傑 互相謾罵 互相販賣芒果乾 我覺得真的對台灣的未來 並不是一件好事 你副總統他的參選 現在還有一個變數 就是他的連署到底會不會過 那連署會不會過 就要看一些韓粉 或是國民黨 或不會反串去幫他衝刺 想要分裂綠營的選票 不過這個東西 其實現在談都還太早 可以再持續往後觀察 那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手上握有總統大選入場券的 除了藍綠之外 目前還有實在力量跟親民黨 那這兩個政黨呢 其實他的總統大選入場券的使用期限 是到11月 所以目前台面上可能的參賽者 其實還有一些潛在的 可能比如說像是這個宋楚瑜啊 他到底要不要五度五關啊 這大家都還不知道 那或者是說 不管是郭台銘也好 柯文哲也好 會不會爆出什麼異想不到 這我們還不確定 不過從現在的局勢來觀察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支持郭台銘的選民 他們現在面臨一個天人交戰 就是說他的顏色呢 本來其實是藍色的 可是呢他對韓國瑜這個候選人的個人特質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從郭台銘宣布不選之後 在很多的郭粉色團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討論 就是有很多人討論說 難道真的要含淚頭含國瑜嗎 還是說其實這一次可以選擇蔡英文呢 因為大家可以去看 其實蔡英文的個人特質呢 應該是 比較符合喜歡郭台銘的選民的口味 比如因為他是跟郭台銘一樣 出身這個類似的政經的階層 然後他的背景或者是說他的形象可能 會比較比起韓國瑜來說 其實郭粉會比較喜歡蔡英文多過韓國瑜 那接下來重點其實你要看 韓國瑜這個人他出來選 到底想不想要選上 因為按照現在的證據呢 我個人覺得比較訝異的是 韓國瑜他的選舉一直在對他的 鋼鐵韓粉做訴求 就是他會辦大造勢啊 然後講他的鋼鐵韓粉愛聽的話 即便是粗話或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話 那可是呢他還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贏得總統大選 20%的得票率是不夠贏的 你至少要到達40%以上 其實在PK盤裡面 你要到45%以上 你才說有勝利的機會 那韓國瑜什麼時候呢 他會展現出他對所謂的淺藍跟中間的吸引力 我覺得這才是決定佔局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假設說韓國瑜他始終就是緊緊擁抱著他的鋼鐵韓粉 然後呢持續的做出這種脫序 然後市政又拿不出成績的行為的話 那選戰不會是藍綠對決 他將是四年執政的民進黨 以及跟無能的韓國瑜之間這種 這個有做事跟無能形象的對決 所謂的藍綠對決盤 是必須要韓國瑜拿出能夠說服淺藍 以及說服郭粉的證據 才有可能把這個選戰變成藍綠對決 所以在這個韓國瑜他的形象扭轉之前 談是不是變藍綠對決都還真的太早 因為韓國瑜現在還有完全不具備 過去的藍營的總統候選人 應該要有的素質跟形象 我們先講呂秀蓮前副總統參選 原則上來講我覺得對綠營影響是不大啦 他現在必須要通過連署 連署要28萬多份啊 我不認為說呂秀蓮副總統他們可以連署到28萬多份 如果能連署到28萬多份的話 那屆時候對於綠營的盤一定是會有影響 可是他過不了這一關 郭退選之後我其實覺得影響最大的 反而不是總統選情 是讓立委選舉去單純化 因為立委選舉當中在這次選舉當中 會被總統選情去拉著跑 如果他當初參選的話 會變成是說那些立委的候選人 其實會有問題是說他必須要選擇支持韓國瑜 或者是支持郭台銘的問題 可是如果他不選的話 這問題就不會產生 這個立委選情就會綁著跟 綁著韓國瑜走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對於蔡英文總統其實是比較得力的是 因為蔡英文總統目前的這個情勢 基本上他還是保持穩定領先的情勢 如果少一個人進來可以說少一個人攪局的話 其實這個穩定情勢領先下去 基本上來講他的過關機率就會比較高 看起來其實他是得力 而且明年最後結果就是會變成藍綠都是歸對 那這個大局對總統選情而言其實是穩定的 然後對立委選情其實也是相較於穩定 這件事是要求全力的 請問一下 今天明明明多方面 這裡每次都會出現 很多嬉靠 你們